最強新二代歐陽娜娜 年輕22歲就在大陸闖蕩多年 還曾傳出半年就能吸進台帝三義的說法 但人氣居高不下的她 最近被網友算人氣雪崩式暴蝶 還列出她從公主變成綠茶的過程 意外成為最近熱議話題 不過她親日公開了一支兩分多鐘的影片 曝光了兩歲時的畫面 畫面中她透露了自己的生活態度 表示拉琴是她會一直做下去的事 也鼓勵大家做自己喜歡的事 影片曝光後愛她的粉絲紛紛湧入加油 那說誰會拒絕一直拉琴的娜娜呢 娜寶生日快樂 不過也有網友質疑 又是一支高幹的廣告 根本埋弄情懷 還有人說娜娜完全就是大陸人了 連口音都變了 你好棒 歡迎一切那個清醒的娜娜